新月幸福乐 你是宇宙弯游下唯一的唯一 也只有你才被赋予追求人生课题的能力 你劝缺的只是掠题 欢迎你来到新月幸福乐来掠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持续每周都会有新的书 新的议题来跟大家分享 这次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三财文化出的一本书 叫做灵魂医疗 疗愈奇迹大解密 唤醒内在丰沛的健康能量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期应该来好好读这个 除了主流的医学之外 我们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观念或是其他的概念 来一起来参与 让我们的心内在先巩固 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 三财文化的主编方瑜 来到我们的线上 先跟听众打个招呼吧 嗨 老师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可不可以来跟大家谈一下什么是灵魂医疗呢 灵魂医疗其实是一个统合的概念 它其实也不是大家想的很特别 它其实也包含我们的医疗系统 然后所纳入的疗愈因子更全面更广泛 那它主要在讲所有能够消除能量阻碍 允许能量自由流动的疗法 那其实有些人不管 有些人的症状其实应该都会有体会过 不管是中医西医 好像都没有办法解掉 那它可能透过中医西医 它可以缓解症状或者是止痛 暂时止痛 但却无法根本疗愈 那所以灵魂医疗这本书 这个概念告诉我们 人体是一个能量系统 只要能量场的一部分受到影响 它整个系统就会跟着被影响到 那简单来说 我们现在的医疗主要独立聚焦在身体的部分 那灵魂医疗着重将 身心灵这三个部分的连结及影响 整合在一起 透过这样的整合方式 其实也算是大家常说的叫整合治疗 最重要的目的 其实找出更稳定更有效的疗法 尤其是在灵魂医疗部分 他们会更强调非侵入性 而且没有副作用的根本治疗方法 嗯哼嗯哼是 就是说就是那个其实我们的是就是 除了我们身就是所要的能量疗法 就是说能量这个东西 大概就是我们的细胞 我们的细胞核的那个分子的旁边 那一个就是就是用 就是用那个非常非常那个科技的血维去看到 其实它就是一组那个我们讲的震动频率 或是一组那个在那边波动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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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我们可能 就是眼睛看不到 但是它其实有一层薄薄薄的那种 我们讲的那个震动能量之类的 所以所以这本书其实在谈的就是很重要 就是就是提到身心灵更全面的疗意概念 那身心灵到底有哪一些可以把 把这个我刚才讲的能量啊身体啊心理啊 怎么把它串联起来呢 其实书里面有分享到一段 我觉得还蛮有趣可爱的对话 那其实就是作者诺曼一时啊 他有一次无意中拼到自己六岁的儿子 跟另外一个到他们家里玩的 另外一个六岁孩子的对话 到他们家里玩的小孩都说 我爸爸是心脏病专家 他是最重要的医生 因为心脏是最重要的器官 嗯哼嗯哼 然后呢弄曼的儿子布洛克他就回答 他说我爸爸是神经外科医生 嗯 大脑最重要 因为大脑通知了心脏 是是是 所以对其实人呃身心灵他的所有的关联到底有点像是鸡神弹 诞生机那其实人究竟是呃 到底是透过心来主导还是透过脑来主导 其实这一辈的东西已经呃谈论了至少两千年了是是讨论也讨论了两千年 但是其实哪个主导呃并不是最关键的是因为最关键的是所谓的心脑合作就是我们常说的心脑邪症 嗯哼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身心灵要协调 因为当这些东西元素合作在一起的时候 它的威力才是最强大的 嗯嗯 那呃其实那身心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心 那我们的灵魂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 那灵魂其实会透过身体最精巧复杂的大脑来表达 学习跟进化是那灵魂它所扮演的是最终的协调者 嗯嗯 那所谓的呃最终的协调者他就是负责让身心灵同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所谓的灵魂医疗就是让大脑跟灵魂的意识能量 包括我们的心灵能够同步的方法 当我们这些呃东西能够同步在一起我们的目标一样 嗯 嗯 我们的前进方向一样 那这时候身心灵它就可以所谓创造我们所说的呃 奇迹 是 或者是很强的疗癒能量 因为因为其实安慰记忆效益大家其实都有呃 以前大家认为安慰记忆效益只是一个心理作用 嗯 我吃了假药但是有效 但现在科学已经证实了嗯嗯 病人的信念会刺激大脑 嗯 然后 那其实很多的身心灵都有关 嗯嗯嗯嗯嗯 是 因为我们常常会比如说遇到一个人 然后感觉到说 哇 他的灵魂好像很美丽或是很很很就是很就是 就是跟我们的心情也有关吧 对 对 看什么都漂亮 对然后然后然后你会发现有些人哇暗黑派的 怎么看到他都是那种全身乌乌乌乌的 然后感觉到他那个灵魂一定是黑暗的 然后再问他一下 诶 你会发现他的那个身体上那边痛那边怎么了 然后又有很多奇怪的疾病或是有重大疾病 所以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西医里面 其实是可能在他们的那个分类法 就把把我们的器官一块一块把它切开来去做疗愈 然后切开来去看他背后的一些数据去做做治疗 就是在他只是在我们的身体的层面 但是呢这本书其实在谈的就是说 很多很多我们就是心念他影响你的能量 然后你的能量再影响你的你的这个我们讲这个 最后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器官 所以当你心念就是可以比较就是我们讲的开心有幸福感的时候 然后渐渐我们的头脑就会就会像吃 就是自动分泌那个八多氨的那个分子 让你整个那个愉悦感就起来这样子 对因为像不只 其实所以他们在不同病患之前也有一个那个药物研发专家 每次做临床实验的时候都会觉得神经明明是一样的药 为什么在不同人的结果上面会完全不同 是是 那当然有一些其实有被医生的态度 当医生很绝望的告诉你得了什么病 跟医生很乐观的告诉你 他们发现这对病人的疗愈状况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是是是 就我觉得其实很重要 因为说到这个我就提外话 你知道吗 就是最近不是准备大家都开始要打疫苗了嘛 对不对 然后打疫苗前来 我建议各位就是不要听信那个谣言说 那个互作用就是因为你年纪越大 越没有感觉 越轻 就症状越 就互作用越多 所以 所以我觉得就是就是 心念真的会影响你不用去就是把很多那种认定的这个我们讲的可能性的发生 你就认为我做了这件事以后可能会有什么副作用啊 你搞不好你做了这个东西也会在你身上产生了更美好的经验 所以我们各位情 对 各位情 在这次疫情当中我最好奇的一件事情 因为大家都会讲确诊啊严重 我最好奇的是很想很想知道那些 因为我们都会说一般飞机上面有一个人买了什么 然后又传给多少人 可是有一些人你把他丢在毒窟里面 他就是不会中奖 我好想知道这些人他们 怎么办到的 可是偏偏大家研究的方向 跟报道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就是有一群人 不管碰到Alpha或Delta或是他不戴口罩或是什么的 病毒就是不会进入到他的身体 对就一定有比例 因为我们毕竟我觉得染 就是染上病毒这件事情或确诊这件事情 并不是百分之百 那如果他即便确诊率很高 那总有另外一撮的百分比没有中奖 我觉得那些没有中奖的那些人 已经透过在毒窟里面上没有中奖 这一块真的还蛮值得好好研究的 对因为我相信 因为他们也没有打疫苗或什么 对 一定会有一些天然等度或是等等的 我觉得蛮值得去研究开发这一块的 对啊因为我相信他们的免疫系统 跟他们的信念是有很大的关系 对 好 好那我们请这个就是方语来接下来跟我们来谈一下 就是我们常常听到有很多疗愈大师 不管是宗教会或非宗教 然后跟身心灵疗愈也有关 他们有什么特征或是他们是怎么办到的呢 其实大家听到大师会觉得好像距离跟自己很遥远 那其实大师他本身其实也是人 那其实会讲到这一块的 因为其实真正很多大多数的疗愈士或是大师 他们其实并不认为自己很特别 他们反而会强调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些能力 然后不过可能要培养或透过所谓的 你可以用不同词来形容 你可以说修炼或是修行或是培养 然后才能就是慢慢的有这些 那他们大概研究之下有一些共同点 那为什么我们要探讨疗療愈大师 而不是哪一个很厉害的医师或什么 其实这就是所谓的整合 其实医院、教堂、佛堂、妙语看起来好像不一样 可是他们本质上最重要的目的都是疗愈 尤其在宗教方面所认定的大师 通常是根据他们的疗愈力来奠定地位的 那当然有一些大师也有争议 但在后来有一些大师 在没有走歪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可以归纳出他们的一些共同的特征 那他们共同的一些点 可能也是大家可以参考或者努力的一个方向 那里面举例 比如说他们通常会有相对平静的情绪状态 就是这些灵疗师、灵疗大师 他们很擅长进入这种所谓 我们刚刚提到的心脑邪症状态 佛教跟成就可能就会讲 用的字叫做入定 这个是将心灵跟自己的灵就是连接起来 那他们跟一般 平常跟一般人可能没有两样 但一旦进入到治疗状态 他们就会转就是会转换到一个 平静成熟的一个空间 那有平静的情绪 然后呢他们其实还要 光有平静就是稳定的 但一般人光是平静的情绪这一点 可能就有挑战了 然后不止他们还要有强大的意念 那所谓强大的意念是 其实我们都说我们的意念有力量 可是我们也有分强弱 就是有练过的比较强 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 我们都有意念为什么都没有产生 那这个是所谓的大师 他们就是在心脑写症下 刚刚提到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基础下 他们所发出的意念 其实就会相对比一般人更有疗愈 更有力量更有疗愈力的效果 那这个就是再来就是他们都有强大的意念 再来就是一般人也比较 他们就是不懈怠的羞耻 就是他们不是偶尔为之 他们其实都有透过就是不断不断的练习 跟长时间的一个始终如一 所谓始终如一就是他们通常可能会 每天也有不间断的冥想 然后一次是 就是他们常常跟普通人不一样 可是他们的身体是他们的内在 其实有很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不断在练习 跟休息的一个状态 然后他们当然如果既然可以叫领导师或大师 他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叫做稳定治疗的能力 所谓稳定治疗的能力是 这个我们平常人也有 比如说妈妈看过小孩子生病了 妈妈这时候祈祷的力量 也是有疗愈力的 那大师他这样子的一层层一层层修理下来 他其实能够被教会大师的 他也要有就是稳定的一个治疗能力 对 没错 就是他们不仅能够短暂的进入到疗愈的空间 也可以长时间待在里面 可是大多的大多数的人的能力 可能就像故障的灯泡一样 有时候有笑有时候没笑 但大师他们就是有能力让他灯泡一直亮 然后他们也很确定知道身体的状况该如何的治疗 因为他们在身心灵觉知的状态已经能够收能生巧 就像运动员知道怎么样全新的投入来一样 对对对 对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一定要找非常稳定的老师学习 我只会你会发现奇怪 对奇怪什么学习到一半了 然后就开始会不稳定 不是你的问题是老师的问题 开玩笑看一下 所以大家都有体验过 大家都有体验过 我不是体验过 不只是我们有时候也会自己成熟 我今天发烧了 我好像用观想或是用音乐 它降下来成功了 下次发烧 奇怪生命迷之上是做一样的朋友 没有因为说到这个我其实可以补充一下 就是其实我们感冒 就会有一个感冒的我们讲能量跟频率 当 就是你要 你就这个时候你就是一定要想一件事 就是一定不要说 我就开始累了要休息 没有你要你要很开心 赶紧赶紧去想说 你去做什么事情是很开心 然后当你做这个开心的时候 又有成就感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的生病的感冒频率就马上 频率就 马上提升到很开心的状态 然后当你已经做到很忘我 然后很开心 然后又有成功 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生病的频率 那个频率就自动 自动就没了 有些人会说贴标签 当你感觉有生病 好像要生病 但你还没生病的时候 你这时候给自己贴标签说自己生病了 你就会最好说进去了 对 你就会 对 我就要生病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说 比较容易焦虑忧虑或恐惧的人 他们抵抗力比较弱 因为他们很快还没发现 他们直接就进入状态 很惨 对 所以我觉得 到前面早上他们 他们自己就先靠进去体验了 是 没错 所以我觉得其实灵魂医疗这本书 其实谈了很多 就是说可以告诉你很清楚说 你整个身心灵怎么去整合的所有的疗愈 让你可以从头到尾 就是非常整合 然后最后我们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补充的呢 其实大家会觉得医疗跟灵性好像就是会是两件事情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把它就是关联 拉在一起呢 其实 这书后面其实也有提到一个蛮一些蛮不错的整合的概念 像比如说未来的医学院的学生 他们可能要学习一些组合 包含人体能量解剖学 或是灵魂医疗史 所谓灵魂医疗史 其实身心灵的疗愈 这个是非常相当有历史的 这不是我们今天就是说的 随便说很玄 不是 其实在古罗马 古希腊 或古伊斯兰的医疗史上 心灵都是不可或缺的决定因素之一 那是我们后来医学 进入现代医学把这些东西排除掉 可是以前还是有非常多的医疗保障可以挖掘 那包含学生也要学习什么是直觉医疗等等 让大家有更多的疗愈可能 而不是单纯就是症状应对药物及治疗 毕竟很多药物或轻入式的治疗 所带来的后遗症 其实又是另外一个健康问题的开始 是 好那今天谢谢方宇跟我们分享 三彩文道出了这本非常好的书 《灵魂医疗》这本书 谢谢 谢谢 谢谢安老师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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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